Hello 大家好 很高兴在这里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我们在京东做的一些研究成果 首先做个自我介绍 我叫行星宇 是这个上面的那个 逗号前面的那个第一个人 还有我的一个 我们一起做这个研究工作的 吉米苏 他可能也在现场吧 或者说他就赶飞机了 有可能 我们是来自京东 美国的硅谷研究院 然后我们在主要做的研究 是二进制分析 那么在这个演讲当中 我们主要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怎么去用自动化的方法 去更好的去分析 这个软件的漏洞 更好的去找到软件漏洞当中的 这些根本原因 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 可能都写过程序 当然也有可能 大家对安全比较感兴趣 但从来没有写过程序 我相信可能在座的也有 那么我相信如果你写过程序 你一定遇到过 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 比如说 不管你花了多少的时间 即使是在你上学的时候 老师给你留了一个作业 说今天回去去写一个简单的小程序 我相信你一定有 debug的这样的情怀 你不可能这个软件写一次 它就一定会work 多数情况下是 你可能会写了很多很多次 你会发现这个bug 是不停的存在 然后你会想办法去debug它 然后最后让这个软件真正的work 那么对于一个小程序如此 那么对于一个大的程序 大家可以想想像office这样的程序 甚至对于操作系统这样的程序 这个bug是不可避免的 而这些bug为了消除这些bug 当然各个公司各个企业 软件开发人员 往往一般都会花很多的人力和物力 在发布软件之前做各种各样的测试 那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在发布以后 这个软件尽可能的运行的更加的稳定 可是非常不幸的是 不论你花了多少的力量 花费了多少的时间 花费了多少的钱 那么最终你的软件都必不可少的 会包装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而当这些问题一旦被触发的时候 它往往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 比如说最简单的情况下 当你一个bug被触发了以后 我们的软件往往就不再工作了 这就会导致用户体验变得非常差 那么除此之外 这不算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于很多人来说 大不了关机重启 对吧 或者说把这个软件关掉 再重新开一遍 你会发现 它可能就work的正常了 那如果你认为这不是个问题 那我可以告诉你 我相信大家制作的各位 都是对安全非常感兴趣的人 所以呢 当有一些bug 甚至可能会被黑客所利用 这样的话呢 能实现具体的攻击 如果至于这样的bug 那可能对你的危害就比较大了 那么在现实世界当中呢 为了去分析bug 那么这个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现在已经被提了出来 比如说最简单的办法就是 大家可能听说 当找到一个bug的时候 如果有用windows的话 你会 它可能会跳个窗 说现在你可以把你这个 这个crash 这个软件的崩溃 说出错的情况 发还给windows 发还给微软 微软可以在那边做分析 或者说你会看到 有这种连击的寻找方案 等等等等 那么 但是很不幸的是呢 就是 即使你把这样的bug 发还到最终的终端 那么很多种情况下 分析这个bug 往往也会发挥 很长很长的时间 因为简简单单的一个crash 往往不能给你太多的信息 所以在今天呢 我们跟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历史上 大家究竟怎样去做一个debug 在公司里面 怎样去做debug 以及现在现有的最好的方法 是怎么样来实现debug 这样的工作的 那么我想这一页slides 刚才我好像已经讲过了 我们可以直接跳过 那么 为了能帮助软件的debug 现在的方法呢 主要有两种 最常见的一种情况呢 就称之为叫record replay 所谓record replay呢 就是说 当你发现了一个bug以后 sorry 是在你运行软件的同时 你不断地去monitor 去跟踪整个软件的执行过程 把执行过的每一条指令 内存的每一次变化都记录下来 那么你想一想 你把每一个时间程序 所发生的事件都记录下来 当程序出错的时候 你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 你可以重放刚才的每一个动作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更好的更快的去找到 这样的软件所存在的根本问题 但是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的 最大的问题在于 你会付出很多的运算的代价 因为在你程序运行的过程当中 你monitor每一条指令的执行 记录下任何的很多的指令 记录下每一个内存的操作 这样的话你会想象 你的运行时间可能是一秒钟 可能有几万条指令 已经运行过去了 而如果想记录一个十分钟 在过去十分钟 所进行的这种状况的话 你可能并没有足够的硬盘 甚至你并没有足够的资源 来去完成这件事 所以record replay 虽然说它很好 它很美 但是在现实世界当中 并没有人真正的去使用它 所以针对这样的问题 绝大多数的企业 包括应该说绝大多数企业 甚至在很多实验室环境下 这样的record replay方法 一般都不被使用 那么除了record replay 另外的一种方法 也是传统的方法 来实现debug 这种称之为log的分析方法 所以log的分析方法 就是说假如说 我的程序突然的崩溃了 突然出错了 那么我就把当前出错的 这个状态下的内存 做一个快照 把现在当前的寄存器的值 也做一个快照 然后把这些所有的信息 发送给软件开发人员 让他们进行去 做进行诊断 这样的一个好处是 你可以非常清晰地知道 当程序在出现问题的时候 当前的内存状态 处于什么样的一种情况 那么有了这样的信息 往往可以帮助你 更好的去完成debug 但是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你只有一个当前的内存状态 你并没有整个程序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的运行状态 所以你的信息会非常非常的少 那么信息非常早地带来的问题 就是你在debug的时候 你要做很多的推理 做很多的猜测 甚至有可能你会推理错误 或者猜测错误 导致你很难找到软件出错的根本原因 所以你看到在这张表当中 我们总结了 像record replay这种方法 它很好 但是它的缺点就在于 它的效率并不高 那么对于这种普通的log的方法 比如说这种基于cordump的分析方法 那么它是轻量级的 因为你不再需要去monitor这个程序了 操作系统可以帮你 很快地去把cordump给收集起来 但是它的不好的地方 就在于它的效率会非常 它的有效性可能会非常的差 那么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 我们在过去在京东美研 我们在过去的三年里 就做了很多很多这样的工作 我们的目标就是一个 就是希望能够更快更好的 去帮助我们的开发人员 更快地去分析出 一个软件出错的根本原因 从2016年开始 一直到2019年 这是我们在京东美研这边 所完成的一些工作 那么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是其中的第二个工作和第三个工作 简单来说 我们的第一个工作 一般就是要把一个程序的原代码 作为输入 然后同时再把这个cordump 就是在程序出错的时候 它的内存状态作为输入 然后我们进行各种各样的分析 然后去自动化地找到这个root cost 这种方法 今天我们就不在这里 跟大家做更多的分享了 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种和第三种 那么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对于针对我们第二种的方法呢 是说当程序在崩溃的时候 我们可以快速地拿到这样的一个cordump 同时我们还可以利用现有的硬件的一些特性 能够收集一些执行 程序的一些执行的trace 待会我会给大家看 那么然后再通过逆向执行 我们去找到这个程序的出错点 那待会我会给大家演示 究竟这个工具是怎么work的 那么我们被这个工具起了名字叫pump 但是在我后面的演讲当中 我也可以告诉大家 为什么这样的方法呢 有的时候在我们企业当中 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困难 而在最近我们又怎么样去使用AI的技术 去提升了这样的分析的手段 好在我讲到如何去做分析的之前呢 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些背景知识 所谓的做程序分析 刚才我已经提到了 当程序崩溃的时候呢 往往操作系统都会给程序 做一个非常的快照 做一个快照 这快照里呢 往往存在有的是一个程序的内存状态 同时呢 也有当前的寄存器的一些状态 那么这个东西的总和呢 称之为core dump 所以基本上现在所有的操作系统 都可以提供一个这样的能力 只要程序出错 都可以拿到一个在出错点时候 我们所能看到的程序的内存状态 以及它的寄存器当中的值 那么我刚才也提到了 一个core dump里边的信息呢 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它仅仅是有部分信息 因为你只知道程序在crash 在出现问题的时候 那一点的内存状态 你并不知道在这之前 任何一个点的内存信息 所以说它的信息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那么仅仅使用core dump去进行分析 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但是在最近的 在最近的这个Intel出了一款新的这种硬件特性 是应该从i7处理器以后 所有的Intel的处理器都提供了这种 Processor Trace的功能 Processor Trace的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当你程序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CPU可以把你过去执行一段时间里的 所有的指令 每一条指令都用一个最小 以最小的代价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当程序出错的时候 它可以把之前执行的每一条指令 包括当前的在程序出错时的内存状态 把它一同都放在core dump里边 那么这样做有一个好处 什么好处呢 就是除了你知道程序在出错的时候 它的内存状态以外 你还可以很快速的了解到 在程序出错之前所执行的指令都包括哪些 那么有了这样的指令 包括程序出错的程序出错时的内存状态的话 那么对于你的分析来说就会变得相对简单 请注意我的措辞 我说的是相对简单 并不是说变得非常非常简单 一会我们会看到原因是什么 所以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呢 我们采取的方法就是 我们希望使用core dump 也就是内存的快照 以及这个pt所留给我们的这种执行的 每一条指令的序列 能快速的找到程序的出错点 那么在如下的这个后面呢 我们的这个演讲过程当中呢 我将跟大家一步一步来分享 我们是怎么来实现这个工作的 那么在我开始之前 我们来先看一段简单的程序 这个程序非常非常的简单 那么这个程序呢 你会发现它crash 它会在第19行出错 那19行出错 如果当把这个程序出错的程序交给你 让你去做一个诊断的话 你怎么来诊断呢 你会发现R呢是一个指针 这个指针呢是通过这个funk3 就是这个函数3传递进来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一步一步地看到说 3是被谁调用的呢 是被funk2调用的 在funk2里呢 这个指针R 这个R被复值 在这个funk2当中 然后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地去分析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去分析到 一步一步往上走 我们会找到funk1当中 实际上这个R是从第8行传递过来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non-pointer dereference 那么你会发现 我们在刚才的这个debug过程当中 我们将每一个语句逆向的 一步一步一步地往后走 那这实际上给了我们一个idea 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当我们拿到一个程序的时候 程序出错点的内存状态 和它之前所执行的每一条指令的时候 我们第一件事 就可以先把这个指令序列拿出来 然后针对crush点 就是出错点 这条指令开始 一条一条地倒着去执行它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恢复它的数据流 然后根据这个数据流呢 我们一步一步地去往回走 直到找到真正程序出错的 具体的那一条指令 那么刚才我提到了逆向执行 那么大家会想到说 那既然逆向执行看起来很简单 你已经有了所有的指令的序列 那我们就把每一条指令 倒着都执行一遍 这似乎确实是这样的 比方说大家看到这里 有一些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addeax加10 eax10 那么它实际上进行的操作 就是这个寄存器ex加一个10 那么想逆向这条指令 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你把eax减10 那么这条指令的逆作用 你就马上就能找到了 同样的对于subeax216 你可以逆向它的时候 你就直接把eax加216就可以了 dk eax一样 你也可以把eax加1 increase eax 你就相应做eax减1 那看起来会非常非常简单 我们可以每一步都可以 把每一条指令逆过来 进行操作就可以了 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因为有很多很多指令 它是不可逆的 比方说像这个 对于xoreacx 它做的工作就是把eax清零 那么一旦这条指令结束以后 你没有任何的办法 假如说仅仅看这条指令 你没有任何的办法能知道 在这条指令执行之前 eax10究竟等于多少 因为这条指令不可逆 同样对于上边那个例子 moveeax5 实际上这条指令也是不可逆的 你并不知道在这之前 你把这个5的这个值 sign给eax 在这之前eax究竟等于多少 你也没有办法知道这个 你也没有办法对这条指令做逆向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有一个好的办法 那么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数据流分析 去针对刚才那种情况 我们可以去猜 每一个指令在执行之前 它的具体的内存状态是什么 来我们看这样一个简单例子 这里呢我们有5条指令 非常简单的5条指令 然后呢假如说这个程序 这5条指令是在第5 执行到第5条指令的时候呢 它这个程序crush了 crush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core dump 我们有个这个对内存有个快照 我们这快照呢长在长成 像我们右手边的这个表这样 它的值都在里边 那么内存快照 除了有内存快照以外呢 我们还有对应的寄存器的值 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core dump 有了这样一个矩阵序列 我们怎样一步一步往回走呢 首先我们来看到第5 因为这是crush点 所以我们要执行的是 要从最后一条往上走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知道呢EX值 我们也知道EBX值 在执行完这条指令以后 它的值都是在这个表当中 都显示出来了 那么如果通过数据流分析 我们现在目标是想知道EBX值 在执行第5条指令之前 EBX它究竟等于多少 那么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 你通过这个分析 你会发现这个EBX呢 实际上在第1条指令进行了复制 第一条指令吧EBX进行了复制 在第5条指令的时候呢 这个EBX又被再次复制了 所以我们可以很快地推出 这个EBX在执行这个第5条指令之前 它应该等于这个EDX 也就是说这个EBX和这个EDX 一定是在执行之前 它一定是相等的 所以呢这个很好办 针对这条指令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EDX的值 拿出来付给EBX 这样我们把这个整个的 这个program counter 这个PC呢往上挪 这样的话就恢复了程序 在上一个状态的值 看似很简单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 现在我们在想做的是 把第4条指令进一个简单的逆向 我们可以用相同的办法 我们快我们想知道 ECX值在执行这个第4条指令时候 究竟是多少呢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在座各位比较熟悉的话 你可能会知道说 好像我看到在第二条指令的时候 ECX被复制了 它的复制是从EDI这个寄存器 所指向的那个内存里拿了一个数 把这个数复给了ECX 这个ECX一直可以传播到 这个第4条指令 所以你可能会很快地下一个结论说 在执行第4条指令之前 ECX值实际上应该等于 EDI这个寄存器 指向的那个内存里的那个数值 那么如果你真的这样认为的话 你就可以把这个EDI 它是现在的它是45 你就可以找到对应的45这个内存 你把这个22这个值取出来 你把这个值呢 付给ECX 你可以这样做 这样做有问题吗 这样做 看似好像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话 是这样做 实际上就出错了 为什么呢 我们还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在执行之前 在我们可以把ECX 我们假定ECX值 就等于EDI所指向 那个内存值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个假设 我们的假设是说 在第三条指令当中的 这个ECX所指向的 那个内存地址 和EDI所指向的内存地址 应该不是同 不是指向同样的一块内存 也就是说这两个内存 这两个指针并不是同名指针 如果它们不是同名指针 当然我们刚才可以大胆地说 这个在第四条指定执行之前 ECX值应该等于EDI所指向的内存值 但是如果它们两个要是同名指针的话 这个情况就完完全全相反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是这样 那么如果EDI等于ECX 也就是说在执行 L4之前 EDI和ECX 它们是同名指针 那么我们就可以推出 ECX应该跟EDI相等 那么由此我们通过数据流分析的话 我们就肯定很清楚是知道 第二条指令的这个负值 负给的这个ECX值 是没有办法直接传播到 第四条指令的 所以呢 我们应该把45这个值呢 负给ECX 而不是应该把EDI所指向的 那个内存的22 负给ECX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我的意思 如果EDI等于ECX 那么应该ECX值应该等于 应该从EDI那边把这个值拿水 就是45 而不是22 那么在现实世界当中 我们怎么能知道究竟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例子 我们怎么能知道 究竟EDI和ECX 究竟是不是同名指针呢 这件事情实际上是非常难知道的一件事情 那么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我们采取的手段呢 是做了一个假设测试 那所谓假设测试 其实很简然 就是我们首先做两个假设 当我们遇到两个内存访问 当我们不确定 他们是不是同名指针的时候 是不是同样的 指向同样的内存地址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下两个假设 第一个假设是 我们假设两个内存引用呢 不是同名地址 另外一个呢 我们假设呢 它是同名指针 然后根据我们这个 在我们这两个假设条件下 我们再去做进行数据流分析 然后去推断 通过数据流分析 我们拿出对应的这种限制级 然后通过限制级 我们再去判断 究竟哪个假设是真 哪个假设是假 那么我们来通过刚才这个例子 来具体的来说明 我们究竟怎么来完成这件事情 首先第一件事情 还是这个例子 首先我们假设 这个EDI和ECX呢 它是同名指针 那么另外一个假设呢 我们假设它们不是同名指针 那么有了这个假设以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 Use Define Chain给它构建出来 因为这是具体的指令集合 所以跟对第一条指令 我们可以把Use和Define 空中这两个box 把它描述出来 那么针对第二条指令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三个 蓝色的box把它描述出来 紧接着同样对于第四条指令 第五条指令 我们都可以把这样一个 非常简单的把Use Define Chain 给它定义出来 有了这样一个Use Define Chain以后 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就是 在Use Define Chain上 我们可以进行数据流的传播 那么因为我们第一个假设 假定的是这两个内存仿位呢 ECX和EDI所指向的内存呢 是不是同名指针 所以呢我们就知道 这个block 这个EDI的Use呢 一直可以传播到 一直传播到这个Use Define Chain的结尾 于是呢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集合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知道 在第四条指令的时候 ECX应该不等于EDI ECX应该等于EDI 所指向的那个内存里的那个数值 那么ECX所指向的内存呢 应该等于ESI 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 constrained的集合 那么针对第二个假设 第二个假设里我们说呢 EDI和ECX呢 它们是同名指针 那么如果是同名指针呢 很显然这个蓝色的box呢 是不能传播到整个这条链的结尾的 那么由此呢 我们也可以得到另外的一个集合 我们可以知道 在第四条指令执行之前 ECX应该等于EDI ECX也应该等于EDI所指向的那个内存地址 那么ECX所指向的内存呢 应该等于寄存器ESI的值 好 现在我们有了两个不一样的constrained的集合 或者是叫限制条件的集合 这两个集合呢 分别基于两种不一样的假设 第一种假设呢 是说两个内存 那个圆圈那个指向那两个内存 它们不是同名指针 而第二个假设呢 是说两个内存呢 它们是同名指针 而跟对这两个不一样的假设条件呢 我们得到了两组不一样的constrained的集合 那好 有了这两组集合以后 下一步我们就要来进行测试了 我们第一个测试 首先我们来测试一下第一个假设 我们测试非常简单 那就是我们来验证一下 首先我们看到ECX 等于EDI所指向的内存值 那么当前呢 我们看到EC EDI所指向的内存呢 应该是这个45这个值 45所指向的那个内存 然后我们把值可以拿出来 它等于22 我们把22呢 恢复给ECX 也就是说ECX此时此刻呢 应该等于22 没有问题 接着往下 第二条ECX不应该等于EDI 我们看看 这个时候ECX等于22 这个EDI现在应该等于45 所以他们俩不相等 也没有问题 也是满足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条件 第三个条件是说ECX所指向的内存 不应该等于ESI 那ECX所指向内存现在是22 那么它在22这个位置 它的值是18 那么ESI现在的值是22 所以我们可以很快地知道 这组假设当中 这个条件是不满足的 所以我们可以很快地 把这组假设 把它拒绝掉 那么这组假设 既然是错的 我想我们也就不用验证第二组了 因为一组是错的 那另外一组肯定是对的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法 很快地知道 刚才的这个两个内存 我们EDI和ECX实际上在执行第四条指令之前 它们两个是同名指针 那么通过这样的方法 我们可以知道这件事 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能力的以后 我们就可以很快地 在刚才这个例子当中 我们就可以进行逆向的执行 把这个每一条指令都执行一遍 这样同时呢 把内存状态也恢复出来 这样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我们有了内存状态 有了每一条指令 在执行之前和之后的内存状态 在debug的过程当中 我们完完全全可以用一个自动化的工具 现有的自动化工具 完完全全直接就可以找到 这个软件的这个root cost 也就是说 如果当一个程序崩溃了 你可以直接找到它的根本原因 它崩溃的根本原因 是非常容易找到的 那么刚才我们这个假设测试 看起来非常的好 但实际上它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那这里呢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主要的问题在哪里 那么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我刚才也提到了 我们为了得到那些所有的指令 指令序列 之前执行的所有的指令序列 我们采用的是 英特尔PT的这样的一个硬件特性 而英特尔PT呢 by default 它默认是不会记录 系统调用当中 所执行的那些指令 所以你可以想象 那么一个用户态的程序 它是会有系统调用 它会跟系统系统之间 是有交互的 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 by default 默认情况下 我们是没有办法去 记录下操作系统 当时所执行的每条指令 所以这是它第一个缺陷 那么第二个缺陷呢 是 这个 当我们做数据流分析的时候 这是第一个缺陷 第二个缺陷是 刚才我们的算法 是做了假设分析 那么大家可以想 这样一个例子 如果说 如果说当我要判断内存一和内存二 是不是同名指针的时候 但是想判断它的前提是 我必须要知道内存三和内存四 是不是同名指针 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在判断内存三和内存四 是不是同名指针的时候 我们又要判断内存五内存六 是不是同名指针的话 你可以想象刚才我们这个算法 可能会是指数级的增长 比如说举这样一个例子 当我们要判断 一和二是不是同名指针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判断三和四 先判断三和四是不是同名指针 然后当判断完了以后呢 我们再要去 在另一边再去继续执行 你可以想象 如果我们有很多对这样的内存访问 都需要去做同名指针的检查的话 那么这个算法的复杂度 应该是n大on的m四方 那么如果这m等于 二可能还好 n的二次方可能还好 但如果这个m等于五 等于六等于一百 这可能都非常难处理了 这样一个算法 基本在工业界当中 就没有办法使用了 所以我们在京东美颜 我们就强制的要求 这个m一定要等于二 那么我可以强制让m等于二 但m等于二是可以用的 是这个算法是还是合理的 但是问题就带来 你有可能没有办法 再正确的去找到 对应的那个程序 真正终止的那个 根本原因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试验 这是我们在京东美颜 收集的一些CVE 这CVE当中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字可能有点小了 但是跟大家简单 summarize一下 绝大多数的CVE 可能是Stack Overflow 还有一些Heap Overflow 有一些整形溢出 有一些Non-Pointer Dereference 还有Use After Free 和Invalid Free 我们用这31个CVE 这个对应的CVE 去触发那个有问题的软件 然后得到对应的 那个Crush的Dump 我们折到那个CrushDump 以后再用我们刚才提到的 这些方法 用我们的工具 再去做诊断 那么我们可以先跳过这页 我们想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结果 那么这张表里 列出了一些 有意思的一些东西 第一个呢 你可以看到的是说 因为我们目标 是做逆向执行 然后我们找到那些 导致这个Crush的 根本原因的每一条指令 所以通过我们的方法 我们想看一看 我们有没有Overtent 因为我们是BackoverTent 去找到真正的RuleCost 我们想看看 我们究竟Overtent有多少 你会看到在这张表当中 我们确实有一些Overtent 也就是说去找到一些 额外的指令 但是这个Overtent 对我们的影响 实际上非常小 那么绝大多数情况下 都是比如说 Ground Truth 是需要Tent到六条指令 那么我们的工具呢 会只Tent到29条指令 29条指令 实际上是非常少的 一个数字了 因为比起真正的 所有的这个Trace 在这边 最左边这边 这个数字 你可能原来要分析 3000多条指令 才能找到RuleCost 那么通过我们这种方法 你可能只需要去看 29条指令 你就可以把RuleCost找到 那么所以整体上来说 这个效果还是可以的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我们第二个呢 是这个我讲过了 分析的数量不需要太多 第三个观察 是说当这个出现的时候 我们究竟能不能 找到真正的RuleCost 究竟真正导致 这个Crush那条指令 究竟能不能被我找出来 但我们看到31个CVE里边 只有两个CVE 我们是没有办法 成功地找到RuleCost 那我们来看一看 原因是什么 对于第一个来说 它的原因就是 刚才我已经提到了 由于Intel PT 在跟踪程序执行的过程当中 它是不会去跟踪 系统调用当中的 所有的指令 由于这些指令的丢失 所以导致我们 在有一些case上 是没有办法成功的 所以这个CVE20148322 这个具体的CVE 我们是没有办法处理的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最后下的 这个CVE20062971 这个也是我们 没办法处理的 这是一个整形溢出 那么整形溢出 我们不能处理 一个主要原因是这样的 是因为整形溢出 它会导致进入到 一个循环 它会不断地执行 这条循环当中 所有的这些指令 那么你可以想象 那个Intel PT 它是把所有的指令 都会存在一个环形的 缓存区里边 当这个缓存区满了 它就会重写 那么真正的 当有一个loop的时候 这个loop里边 这个循环里边 所有的指令 都会包含在这个缓存区里 也就是根本 导致这个程序出错的 根本原因的那条指令 根本不在缓存区当中 所以这也导致 我们失败的一个原因 但是整体来看 31个 只有两个不能做 所以整体来说 还是不错的 我们把我们这个工具 在我们做完了以后 就把它开圆了 开圆了以后 微软有一套工具 他们也看到了我们 他们开发团队 也看到了这套工具以后 他们回去试了一下 然后同时 他们也问了我们一个问题 大家看到 在这张表当中 当我们用我们的工具 来处理这样的一个 这没有CVE号 但是它是一个 Stack Overflow 来处理这样的一个 具体的例子的时候 为了找到 我们这个工具 做的根本原因 我们这个工具 花了六个小时的时间 微软拿回去以后 跑我们这个工具 跑到他们各种各样的 crash当中 他也发现 很多情况下 我们这个工具 可能要跑出两天 才能真正找到 一个真正的root cost 把这个软件出错的原因 找到 于是微软就跟我们 有一个交流 有一个接触 他告诉我们 他问我们说 你这个工具 为什么需要这么长的时间 这在工业界当中 是不能接受的 因为在数据中心当中 尤其是这个IBM 他们包括微软 他们的Data Center里面 这个软件出错的情况 是非常常见 每天可能都有上千个 这样的软件出错的情况 那么用我们这个工具 你可以想一想 每天都有上千个 处理一个 如果平均需要六个小时的话 那基本上 你需要很多很多的机器 同时进行计算 如果处理一个 需要两天的话 你可能有很多的crash 都来不及分析 所以这个工具 在工业产品当中 当我们一旦推出 虽然在我们那一步测试 还不错 但是当我们把它推向到 真正工业产品的时候 我们发现 它实际上并没有 真正解决问题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它的效率太低了 那么后来 我们就想到了 这个问题以后 我们就想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所以在今年的年初 当然从去年的年底开始 一直到今年的年初 我们就想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我们采取的手段 是使用了AI的技术 在这里不给大家 做太多的介绍 如果感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个 talk结束以后 大家可以坐在一起 我们可以再继续地探讨 那么我只是给大家介绍 一些简单的high-level idea 那么在左边是指令序列 那么在很多情况下 当我们做逆向执行的时候 像我刚才提到的 我们很多情况下 我们想知道 两个内存之间 它是不是同名 对吧 我们想做同名指针的分析 那么很多情况下 我们都要做刚才那种 非常的computation cost 非常高的那样的 hypositive test 就是假设测试 那么时间花费的 非常的多 那如果我能够通过AI技术 能够瞬间的判断 比方说我通过GA技术 我先把内存进行分区分块 比如说我把它分成 不一样的内存区块 然后我用AI技术去预测 用一个神经网络去预测 每一条指令当中 涉及的内存访问 究竟属于哪一个 具体的区块的话 如果深度学时机 能完成这样的工作的话 那么我就可以做一个非常 我就不再需要去进行 检验假设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以看到 如果说ESP加零差EC 这条指令的访问 是属于第一区块 而第二条指令 EBP加C 这条指令的访问 是第三区块的话 我们不需要去做检验假设 我们就可以很明显地知道 这两个指令并不是同名 这两个指针并不是同名指针 因为它们指向不同的内存区域 那么有了这方面的能力 如果具有这样的能力的话 那么我们很多检验假设就不用再做了 所以我们和采取的技术 就是首先我们讲内存进行分块 然后我们用一个深度神经网络 是一个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然后对这个指令进行学习 然后把它map到 这样的话 我们更多神经网络 在执行每条指令之前 我们都可以对每一条指令 所访问的内存区域做一个预判 那么有了这样的能力的话 我们就不再需要进行具体的这种检验假设了 那么在这里我不想讨论更多的细节 针对AI的细节 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了我们这个工具以后 before after 在之前有AI技术和没有AI技术之前 它的运算的能力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个体现 我这里有一个demo 我希望能够帮我放一下 好了 来了 在那边的屏幕上 还有这边的屏幕上 那么你可以看到有两个屏幕 左边是一个 还是右边是一个 那么你会看到 在左边这个程序在不停地走 实际上正在进行这种逆向执行 在右边也是在进行逆向执行 右边这个窗口是有AI技术来做帮助的 左边是没有AI技术 你看右边现在已经结束了 逆向执行已经结束 但左边现在实际上还在进行运算 应该大约 好 现在结束了 应该总共花到的时间应该是40秒吧 好像30多秒 而右边的时间17秒 你可以看到有了AI技术以后 我们的整个的程序在进行指针判断的时候 不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 而我们可以在很快很快的一段时间 就可以把具体的这个root cost找到 我们这个工具应该是已经发布了 在GitHub大家去搜这个名字 DPVSC应该能够找到 那么这个工具 当然了我们发布的工具里面 也有很多的bug 也希望在座的各位如果感兴趣 能够帮助我们一起来维护这个代码 那么目前来说 我们还在进行内部的测试 我们希望这样的工具 可以帮助我们平时日常的这种软件开发 能够节省尽可能多的时间 好 最后我来总结一下 刚才的我们这个演讲 那么我相信大家通过这个演讲 应该都得到了这样的信息 就是内存的这个想要 如果想要恢复内存的每一条指令的话 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但是它对内存的诊断 对于debug是非常有帮助的 而逆向执行呢 确确实实可以对找到一个软件出错的根本原因 有很大的帮助 而使用AI技术 包括使用程序分析的技术 对于逆向执行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而在今后未来 这样的工具很可能在程序员 会帮助程序员能更快的找到 程序出错的根本原因 好 非常感谢大家 那么代码 刚才我谈到两个系统 那么第一个系统的那个代码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地方下载 而第二个系统的代码 大家要先去做一下查找 在GitHub上 应该也能做相应的下载 好 非常感谢 谢谢大家 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讨论 谢谢 哦 有问题啊 好 您好 是您的 您好 其实刚才您说的 那个后面改进提高效率的时候 是加了Machine Learning 那加了Machine Learning 前后的那个准确性 有没有测过 就是加了Machine Learning之后的 准确度有没有下降 哦 准确率是吧 对对对 那个深度神经网络 确实是有准确率的问题 因为你在做内存区域判断的时候 如果你有1%的错误的话 你有可能去把这个错误 propagate 就是传播出来 我们当时把神经网络调的是 百分之可以调到测试数据集 可以调到99%几 我们跑过 确实是有诚实的讲是有问题的 但是情况非常少见 因为同名指针 毕竟是非常非常少的一种情况 多数情况都不是同名指针 所以即使当这个判断错误的时候 它并不会真正的传播 所以在真实环境下 虽然我们会出错 但是实际上并对分析 并没有太多的影响 OK 好的 好的 然后另一个可能问的小问题就是 这个Machine Learning的 这个训练中的模型的参数 是指的用一个 就比如说用很多Crush的 或者是用很多正常的程序结构 然后来训练出的一个 统一性的一个 比较通用的一个模型 还是对每一次 每一个程序都要单独训练一个模型 我们现在做的是 做离线的训练 就是对机器学习 这个模型是离线训练 我们用了大约有1000多个程序 当然包括的指令是 很多一条指令 但我不记得具体的数量 所以我不能给出具体的数量 但是肯定是上一条的指令 做离线的学习 然后再部署 但是我们确实考虑过 今后有可能 比如说通过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加强学习的方法 来提升这样的 这种运算的能力 然后让我的模型变得更准 在在线过程当中 能够不断地去训练这个模型 让它变得更好 这是有可能的 但现在是离线模型 所以就是同一个模型 应用在各种程序里面 多个不同的程序 就是都是用了 同一套的模型参数 我很抱歉 我没听清 就是是不是对不同类型 或者是不同的程序 在用训练出来的那个 怎么说 就是在用的这个 machine learning的模型的参数 都是同一套 那个是的 这个目前来看是 即使我们用的 训练的模型的 用的数据 和我们最终测试的时候 所用的程序 是完全全不一样的 当然确实我们的程序 在运行的过程当中 确实有这种情况 就是你不能保证 你的训练数据里面 没有任何的数据 和你最终的测试数据里面的 那些指令没有重合 这个是没办法保证的 因为每个程序 都会有这种library call 当有这种library call的时候 那个所有的指令序列 都是一样的 那个但是整体上来说 其实差异性还是比较大的 OK 好 OK 谢谢 还有问题吗 对 还有个问题 就是说 你做这个东西 它实际上你是在假设 就是说 它是一个 就是说在存在 是1-1 mapping的时候 是就是一对一的 Mapping的时候 就是说它才是可 内存和指令的映射是吗 不是 我说就是说 你实际上是在 就是说 就是做一个 reverse的一个tracing 是吧 但你实际上 你可以把整个tracing过程 想象就整个执行 execution flow 想象成一个function 想象成一个flow的一个方言 input and output 然后实际上那个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实际上是在假设 就是说 它如果是一个 这个方程可立的话 整个flow可立的话 那么它一定是一个 一对一的一个mapping 就是1-1 mapping 你说是指令当中的内存访问 不是 我的意思 我在一个更meta level 这个更抽象的一个层面上面 我从数学角度上来解释 就是说 就是说它是 这个整个方程是一个 一对一的一个mapping 我可能没有太明白 因为那个音响不是很好 所以我听起来很明显 OK never mind 我们可以下来聊 还有一点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你们有没有把它并行化 再说一遍 sorry Have you ever paralyzed the entire process because I see that I mean it's a binary tree basically 我还是没听太清楚 我可以离近一点 我离你近一点 就听听 你说 就是说那个 它实际上就是说 因为我看它是一个 就是一个 你是一个binary tree 是吧 就是一个二维的一个树 我就想就是说 因为每个树的那个分支 每个树的那个 你实际上在做一个depth 就是那个深度优先的一个搜索 对对对 便利 然后你实际上这样 每条便利的那个track 你都是很非常独立的 在这种独立的情况下面 我就说它可以 可以并行化 就是说你们有没有尝试过 把它并行化 懂了懂了懂了 因为你可以因为你 如果那个数据中心 对对对 你可以把它很快 对我们那个是 是在做那个测试的时候 就是做那个假设测试的时候 我们确实是把它 因为你的指令越多 同名指令越多 那么你的数就越深 然后实际上是可以并行的 就和符号执行是一样的 符号执行就可以并行 这一步是可以并行的 但是这个cost也很高 这个当然你有足够多的机器 你当然就会足够多的快 但是我们在实验室环境里 目前还没有做这方面工作 但是是可行的 你说的这个是对的 非常好 谢谢 还有吗 如果再有问题 我们可以线下讨论 非常感谢大家